大家好,我是洞肺的Sunny 现在镜头拍着就有江基的 大家好,我是江基 我有幸出席了江基的离苏幻觉的画展 原稿展 作品和原稿展 有一个叫做先行的发布会 我有幸出席了 也捉到江基和他们做一个短短的访问 其实我在这个展里面 终于叫我 比较深入地理解到 其实离苏幻觉这个作品的 内容和题材 第一次看到故事大哥 因为之前我最接触得多 反而不是你们第一条那条先行片 而是在City Magazine 里面的那个专栏 但因为我好像当是插头那样 我不是很明白背后的理念 这次来到就终于看到 原来故事是怎么样了 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离苏幻觉这个故事 我们的设定是一个科幻的故事 而这个科幻的故事 是由一个远古的 不是远古的 一个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 分裂出来的一个时间线 那就是假设 如果秦始皇 真的有找到 长生不死的方法的话 会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 于事实固就说 秦始皇成功了 几千年之后 有一个好像香港那样的地方 里面有一个机械人 他发现自己有屈原的记忆 屈原是一个能够用法术的人 他可以令人产生幻觉 他是一个祭司 那这个机械人就问 为什么我一个机械人 可以有这个记忆和能力 会不会其实我是有灵魂的呢? 我和其他人其实是否一样的呢? 那于是否就展开了这个故事 那我们的构思里面 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舞台 就是香港 那在这个香港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它虽然很小 但是它接通了整个世界 甚至整个宇宙 那它的时间点是很奇怪的 很奇异的 那它是一个很超现实的港口 这个就是我们故事里面想描绘的一个世界观 因为我看一些画作 其实看到那个背景 你也有介绍到 那个背景其实是在大概六十年代的香港 但是也有一些超越了当时应该拥有的科技 的技术 其实屈原已经拿着吉他在弹的了 是 它是一个rawl star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觉得屈原弹吉他也不要紧 有另一个装扮的人弹吉他 那一个更惊喜 是啊 那当然这些就要留下大家来到亲自看 是啊 那除了之前在日本获奖的那条短片之外 你们也都在这个展道 准备了第二条先行发布的短片 是啊 我们4月7号呢 就会有一个正式的发布会 就是会简介我们整个众筹的活动是会怎么样 和首播这一个新片 就是离属幻角的新片次巡片 是 那我知道你们未来发布完之后 也都会有一个正式有个众筹计划 是 其实已经开始了 其实这个平台已经准备了 就是你现在上去Kickstarter 如果你搜索离属幻角 或者Dragon's Delusion 的话 其实都会去到那个page 好啊 有助手 那我们有这个网址 那你上去这个网址 那你上去这个网址 就可以直接去到这个Kickstarter的page 那里面也会有更加详细 是吧 那你就可以我们上面有一个简介的短片 还有我写了一个presentation 讲解整个中筹的时间线是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有什么reward 就是给我们的赞助人 那里面我们设计了一些特别的礼物 例如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 是故事里面的一个道具来的 叫做命运的录音带 是一笔卡式录音带来的 我们发现 香港还有公司可以做录音带的 于是我们就想着 将这个原声动画的ost 录到这个节奏 那不要问我用什么播 但是这个节奏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觉得很喜欢这个礼物 另外有一些有趣的礼物 例如是会有原作的手稿 和可以一起参与我们开会的过程 是 因为整件事我们做众筹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 分享到我们的想法 然后就是有 譬如有一些reward 就是可以画你的样子 在character上 你可以做士兵、杀手、将军 大家可以聊一下 放一个你的角色在里面 是 那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 设计的时候觉得很喜欢的一些礼物 是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Kickstine的网站 又看这个石楼计划 是 那未来4月7号就是个正式的发布会 是 是 那大家到时就可以来到这个 北角英王道653到659号 东墙工业大厦 没错 AB座10楼 那大家可以出席这个发布会 是 那到时公建你都应该会在这 那我们都会跟大家做一些解说的 我估计 希望跟大家多些人聊聊天 那 那最后由你再说一次 那时间是如何 好 那我们4月7号的发布会 就是在这个英王道 东墙大厦的AB座 10楼 这个Space27这个Gallery 那大家可以去到Facebook 搜索我们的专业 就是Dragon's Delusion的专业 就是Dragon's Delusion Dragon's Delusion 是 你找Dragon's Delusion 就可以见到我们的专业 那上面有最新的资料发布的 好 那今天多谢光记和我们聊天 那希望我们有机会 之后就祝你上去和我们做一个节目 好 多谢你们 多谢光记 谢谢